的滲透、分化和統戰 而北京代理勢力也在台灣有多重軸線 以不同的論述形式 企圖將台灣置於一個中國框架底下 然後我們的困境其實並不只是2020年的大選 也不只是2020年選戰中 中國對台灣的干預跟介入 更是對內下一個階段 台灣社會跟經濟的轉型過程中 我們要如何面對內部轉型的需求 面對這樣的震盪 以及這個震盪過程當中 世代之間的矛盾跟階級之間的衝突 過去三年多民進黨作為執政黨 確實展開了非常多改革的工作 社會經濟的轉型工程 例如年金改革、轉型正義 能源轉型、婚姻平權等等重要的改革工程 這些改革工程其實都不是一帆風順 除了面對保守陣營的撤軸 也面對到青年世代對進步改革的期待 這兩箱的拉力之下 我們看到台灣社會轉型過程中確實有很多傳統基層與青年 世代對未來期待的嚴重斷裂 但很遺憾 這段日子以來台灣的政治辯論 其實是被各種政治話術跟表演所拉扯 但其實我們更需要細緻面對的 恐怕是中國對台展開的資訊戰 混合戰 以及我們下一個階段 民主治理的模式 要如何回應這樣的危機 在美中貿易戰 美中貿易衝突跟全球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中 台灣的產業跟社會轉型的需求 應該是我們要共同討論的焦點 同時台灣在民主世界 這個世界民主的陣營當中 其實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也值得我們重新去思考 我們在區域裡面的定位 我們應該要以台灣在海洋亞洲的位置 重新訂卯自己 而不是將中國 將台灣放置在中國的邊陲 來看待自己的發展 轉型過程中所面對的世代矛盾跟落差 也更應該是下一輪台灣未來前景討論的重點 此刻台灣最需要的討論重點 不是那些華麗的政治口號 跟立場模糊的政治話術 而是解答上述我們所提到的 這些種種的政策問題 這也是我來到這裡的最重要原因 今天其實也是解嚴32週年的日子 那我作為一個解嚴後出生的一代 我雖然未能夠參與到民進黨當年 避露藍綠的過程 那對於很多前人努力而來的執政成果 我過去也有更多更高的期待跟要求 這些都是事實 但在面臨臺灣中國擴張 在臺灣面臨中國的這個擴張 與內部轉型的多重困境之下 我願意在這個時候接下來這份工作 跟大家一起努力 接下來一段時間 我的工作重點除了和大家一起 守住本土政權 防止清北京的勢力取得執政地位 更也要針對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四年 臺灣社會轉型 所需要的社會對話做準備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黨中央在未來 會成立所謂的政策對話工作小組 也是為了這樣的目的跟目標 民進黨經歷過黨外 民主化的過程乃至到執政 面對威權 民主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價值 但當時代走入新的階段 民主成為臺灣人共同的內建基因之後 進步就應該是我們共同目標 如何促成傳統基層跟青年世代的對話 會是下一個階段 臺灣社會必須要面對 也一定要面對的根本問題 我一個人並不足以有這樣的能力 去完成這些事情 或這樣的工作 但這個時候也是時候 讓更多的年輕朋友一起告訴民主進步黨 他們所期待的下個四年 將奠基在怎樣的政策之上 我也相信這是包括我在內或許多 找我許多加入這個政黨的朋友的期待 也甚至是許多曾經對這個政黨感到失望 有過批判的青年朋友所期待的 我會全力以赴完成這項工作 和大家一起打贏2020的選戰